7月初勘災開始 武漢慈禧志工已經是第五次 要前往黃梅縣了 但大家依舊不敢鬆懈 清晨4點40集合 5點準時出發 由於受災鄉鎮多達9個 110位志工只好分成 三條路線各自前往 濁港鎮與大河鎮的居民 對志工並不陌生 因為藍天白雲身影 他們從7月就認識了 開心是開心 但是心力又沉重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慈善機構的 和那個領導員工太幸福了 這時候我通過我們慈善會 這個專程中 我們組繁整個的前線的防禦 那可算是功不可 我說你說我今後 我一定要參加這個團隊 比如說地學成河嘛 以殺成敵 這個作用是不限的作用 庚子年的上半年 先是疫情 接著又有洪澇 對湖北人而言 可謂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不過許多不受災的民眾 自願投身職工服務 展現互助精神 大家在有困難的時候 充分最前面 我想這個 也正是咱們這種民族的精神 也是咱們慈激慈善 這個先輩們 包括現在的志願工作者們 一直在建行傳承的這種一種精神 而這份親邦親 林邦齡的大愛 志工也鼓勵眾人要傳播出去 像我們從武漢來到黃梅 就是把愛帶到黃梅來 你們也可以從愛護身邊的人開始 愛護你的鄉親 左鄰右舍 愛護你的家人 把這份愛一直一直的延續 傳遞下去 志工送來的除了應急慰問金 還有多達13項的生活物資 幫助533戶特困家庭 渡過眼前難關 老婆姓說說 接著你這個父子給他牽好了 他心更溫暖 感恩 祝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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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祝福你們 祝福 祝福爺 奶奶 祝福你們身體健康 平安安 好不好 無法到達現場的 志工也把祝福 輕送到民眾家裡 這場洪水摧毀的 雖是民眾的家園 但留在大家心中的 卻是愛的復原 大愛新聞 珍善敏志工 湖北報導 大家 賣 beneficiaries 賣